好,LVIC 請三位抵觸血糖機,不太過分 好,台灣No.1 因為這一胎的害死很嚴重 所以在前面初期的孕期呢 根本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要吃什麼 只有能吃得下去就還不錯了 但從中期開始我的食慾比較穩定之後 其實對於吃進去的食物 我自己的要求也蠻高的 那就盡量的補充營養 然後營養均衡 那當然因為孕婦的血糖穩定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糖分的社區,對,我也很注意 那再來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做一些 我自己體力可以負荷的運動 但因為基本上我們家兒子現在運動量很大 我每天跟著他屁股後面跑 我的運動量其實也蠻大的 他太大了,他跑一趟要跑好幾趟 嗯 哈哈 基本上饮食均衡嘛 那营养摄取要足够 然后再来就是这胎也希望 不要让自己胖太多 所以不管是糖分的摄取啊 淀粉类的摄取 其实都比较注意 因为上一胎胖了18公斤 然后就有记者朋友说我是古早妈妈 所以这胎要当个时尚妈妈哦 不会耶 其实我觉得超幸福的 因为我自己都很享受在工作的状态里 然后再加上不管是节目的制作单位 还是电影的工作团队 他们都非常的贴心 所以其实像我的电影 他们也是集中拍摄 然后拍摄时间每天也都不会超过八个小时 所以都有让我充分的休息 然后现场大家的照顾 真的是让我觉得备受疼爱 那工作像是两个节目也都是 哇只要一休息的话 他们就会有椅子啊 让我休息 然后瓜哥也对我非常体贴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没有丝毫没有感受到比较累的感觉 反而很充实 然后觉得宝宝都陪我度过了好多 好多很重要的回忆 像是之前还一起走金钟啊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样以后 我有好多照片可以跟宝宝说 你看这时候你都在妈妈肚子里跟妈妈一起这样 很开心耶 因为其实两个姐姐年纪比较大嘛 那这胎胎动很明显 所以当然他们都会摸得到 从肚皮外面就摸得到胎动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哇好兴奋好神奇这样 那斗宅话因为他还比较小不懂事 可是他常常都会跑过来 然后看到我肚子这么大 他就会摸两下然后亲一个这样 就觉得哇好可爱哦 感觉他们都已经准备好要一起迎接这个新生命 完全他从我怀孕前其实就是一个超级神队友 我都说他是神队长 那怀孕之后当然更是无微不至的体贴跟照顾 但因为他最近刚好有接到戏 所以他最近比较忙碌 但是因为在家里妈妈还有女儿也都会帮忙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幸福很开心 前期害喜真的比较严重 就是四个半月前 哇每天都是头昏脑胀的 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其实现在都很舒服 然后包含他的胎动我也觉得好舒服 因为斗宅那时候胎动就一幕 不知道是在跳高跳远还是在提蛙式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觉得他的胎动很平凡 但是很可爱 就好像在里面跟我玩游戏的感觉 目前的话差不多是八公斤 对就是其实还是比正常值高了一些些 但因为我的体质也真的是比较容易烫的一体质 所以目前控制在这样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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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